嘿,今天姐花6块钱买了这盒来自Y家的起泡胶 颜色倒是挺高透的,价格也是很美丽呀 这有M家的一半,但是从外观看 除了字母不一样,其他部分像极了双胞胎 据说最高能起泡40倍呢,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管它呢,来玩玩就知道了 哇塞,这声音真是太爽了 巴唧巴唧的,越来戳越响 光虫这戳声,即使它不能起泡 只是一份简单的泰透鬼 6块钱的价格我也觉得很值了 但是连戳声都这么优秀 我坚信起泡效果也不会太差 来吧,不要让我失望 嗯,果然很优秀 这质感比叶太玻璃还柔软 超喜欢玩这种透明捏,感觉特别纯真 尤其是配上这巴唧脆的戳声 心情都变得美丽了 起泡效果也是很惊喜嘛 随便拉几下就变大这么多 但就是有点小年人呀 没关系,我知道你喜欢我 看在你这么优秀的份上 我决定再宠你一次 这拉伸性,越来越像牛头胶了 但是泥的质感却是越玩越轻 像是奶油泡沫一样 本想再多玩会儿的 结果这家伙开始撒娇了 死活不愿意玩了 死死的黏在我的手上 瞅瞅瞅瞅,这粘性 像是在我的手上黏了哥俩好呀 拽都拽不掉 点直是如雕四T呀 这泥是得有多爱我 靠我靠得这么紧 话说这歪加的泥 除了有点小年人 其他还是很惊艳的 那小可爱们 你们觉得6块钱一盒的价格会入手吗 喜欢别忘了点赞关注哟 嘿,今天姐姐花9块9 买了4盒起泡胶 颜色超级仙气哟 就是个头有点迷你呀 长得比较像果冻 原来是玩这盒紫色的起泡胶 哇塞,刚打开一股口香糖的味道 还以为是拆错了呢 嗯,一股水果味带一点点奶香 有点想吃的冲动啊 但就是这手感 有种融化了的感觉 估计是天热的原因 不过这感觉更像是那种粘手 类似牛头胶的那种 做起来的手感很棒嘛 声音也是超级解压 巴唧巴唧的像玩水潭泥一样 忍不住多戳几下呢 这和黄色的起泡胶 看起来好像鸡蛋布丁啊 手感超级光滑细腻 这粉色的起泡胶超像草莓果冻呀 以下就出来了 闻起来有股小时候糖精素的血糕味 达身起来手感柔软有弹性 蓝色的这盒比之前三盒都要有弹性 这四种颜色的起泡胶混合在一起 特别像夏天吃的四色玩雪糕 颜色粉粉嫩嫩的 开始有点喜欢上这份泥了 那四种颜色混合在一起会是什么样呢 挖动你的想象力 一起来见证奇迹的诞生 有没有看过小马宝丽的小可爱 不知道为啥看着这团泥 就想到了小马宝丽 这种这么仙气的颜色混合在一起 最后竟然是浅咖啡色 趁现在还有点彩虹的颜色 来起泡玩玩吧 嗯 拉伸性还可以 有点像牛头拉面胶 不非胶也不粘手 但就是刚开始稍微有点不成形的样子 继续拉伸奇迹发生了 泥开始变得越来越粘桌子了 彩虹色也彻底变成口香糖色了 第一次起泡就变大了十倍左右 有点小珍惜啊 再来起泡一次 看看能变大多少 仔细看 起泡胶开始变得越来越粘手了 这辣丝状态像极了口香糖 又软又粘 越玩越大 两次起泡总共不到五分钟 就变大了这么多 也有二十倍的样子 估计再起泡几次 就可以达到商家所描述的四十倍呢 九块九四盒的价格还挺惊喜嘛 反正我是挺喜欢的 那小可爱们你们觉得呢 喜欢别忘了点赞关注哟 嘿还记得前几天精品电影团的泥吗 今天我们来试玩这盒阳光沙滩和流泥 还是第一次听说这种泥呢 新品种 五块钱一盒好玩吗 咦这不是太空沙吗 但是手感比较轻 感觉又像是太空千丝泥 但是这太空沙有点似千丝泥 又非千丝泥的感觉啊 拉伸不起来的样子 应该是泥太少了的原因吧 这个橙色的好像要好一点 好久没玩过太空沙了 这个泥的手感比我平时玩的太空沙要轻 所以那个黄楼的坠感也没有那么强 莫非阳光沙滩和流泥里的沙滩就是指这个 那河流就是粉色的泥了 戳几下 妈呀这不是硬质玻璃泥吗 戳声够响亮 颜色也超高透 挺符合河流的气息 但还是第一次见粉色的河流 有点小清新啊 不知道这泥要怎么玩 那就直接混着玩吧 哇塞这手感也太舒服了 柔软中带一丝冰凉 也不知道混合后会是什么千丝泥 我总觉得会变成太空千丝泥 太空沙那么轻 黏性好像又不强 混合太空泥之后应该会增加一丝坠感 变成我想象中的太空千丝泥 但是突然感觉不太对啊 怎么有种越玩越粘的感觉 觉得这泥正在以死亡的速度融化啊 什么鬼怎么会这样 妈呀 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阳光沙滩和流泥 真的是在玩泥烫烫的感觉啊 小可爱们赶紧来救救我 你们觉得这是怎么回事呢 什么意思呢 Tedes 你 你 吃 來 就 就是 這 但是 就是 就是 還有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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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嗯 嗯 似乎 स距离 好 再打一把 再打一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吃了一碗 真的 Axie 反而是 反而是 包装 印封 安 brings 即使 有董 那些 瓦